我們不能接受我們幫助的弟兄姊妹顯得比你還悲露 我們需要把這個權柄歸還給神 要認識主的權柄 也要愛我們的弟兄姊妹 阿們我們摸著就是這裡說到 我們說話需要碰著這個元首的權柄 就想到我們說話很多時候都像毒箭一樣 不知不覺就殺死了很多人 然後也為這個照會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 就覺得說話這種事真的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需要相當的小心跟注意 然後我就很被提醒 就是我剛剛覺得那些話都很刺耳 因為我覺得我想到傳福音的時候 因為看到弟兄姊妹的情景 不是就是一些光景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一個姊妹講另一個姊妹的事 可是我不知不覺就用我的情緒表達我的不滿 然後姊妹就提醒我說 你已經落在那個情緒裡面了 我就覺得主阿那我這個說話真的是要求你來幫助我 也求主聖免我在說話上的一些福意 就覺得很多時候阿要怎麼樣勒住我們的舌頭 就是要將我們的目光再來轉向這個元首之都 看見我們說話不是我們自己來做主 乃是這個元首來做主的時候 我們才能成為一個正確的人 講和事的話 而不是成為這個照會中消極的製造者 阿們 這個我們要怎麼樣實際的照顧人呢 除了第一點要首先為他們有很多的禱告以外 我們還需要跟他們有接觸 就是說我們需要付諸行動 可是如果就是 雖然有就是常常在為小朋友祷告 可是卻沒有付諸行動 就是因為很莫多剛才一個弟兄說 就像一個師父 就是跟他分享說 有個姊妹很久沒來聚會 他來了很喜樂 可是他不是只有祷告而已 還是需要有常常的去關心他 然後我就覺得 願意在這個學期裡面再向主有更新的奉獻 再能夠分別時間出來 然後有規劃的能夠 然後就是定職的去接觸一些小羊 直接去關心他們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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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我剛剛很莫多 阿們 我剛剛很莫多招恩所講的 阿們 難道神不知道有大家這個 所以一直會偷錢的嗎 然後很莫多 若是這個神 若是因著他會 就是出賣他的話 然後而膚實他成為這個罪 那神也就是沒有這個真實的愛 阿們 阿們 是愛的神 然後很莫多 這裡實在是 就是運用我們恩賜最上算的路 乃是阿 有沒有 然後很莫多有個弟兄 實在曾經講到 就是我們 不應當計算人的惡 就是 我們看到弟兄姊妹的時候 我們不應當 就是 心裡就是存著 就是 他以前許多的紀錄 譬如說 我看到 這位弟兄 我以前跟他去 做某事情 他都會遲到 然後我一直 就是對自己 就是對這個人 有保留這個檔案 他說 要把這個資料 要丟到垃圾桶 還要再進去垃圾桶裡面 把它刪掉 那很莫多 就是 就是我們 不應當計算人的惡 我們要 還是常常的拚著我們的愛去愛人 然後不斷的赦予人 然後我會有摸走 這愛的第二個原則 是要 就是不是拚著自己的心情的 這裡有說到一段話 就是 這個母親的例子 就是 他這裡說到 就是說 我今天不高興 算了吧 然後不給小孩子東西吃 等到明天 我高興 就給他吃兩倍 然後我很摸走 就是 我們牧養 就是要品種的愛 就是像母親一樣 天天的 實實的 去牧養 就像我有時候 牧養小羊的時候 不一定要太過於拘束 有時候 我會請他一些飲料 或者是給他一些話語的供應 然後吃糖的 就是對人有真實的關心 就是要在愛裡持守的真實 那小羊也會感覺到我們對他的愛 他們就必在神的這個生命中 慢慢逐漸的成長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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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著的聲明講到 今天聖徒中間 最大的難處就是缺乏愛 所以很容易去注意到別人的過錯 或者是有哪些弟兄好 哪些弟兄過好的 阿們 我們只要這樣一批評他們 我們就 這個愛就沒有了 阿們 阿們 是要能忍受別人的過錯 阿們 所以我們需要碰到這個權柄 就能有這個愛 阿們 如果 能夠像 那個就是 對他們有負擔 就能夠為他們有禱告 阿們 不然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榜樣 把他們都寫在那個 生命成長手冊上面 阿們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已過已經得救多少位弟兄姊妹 阿們 然後我們就可以為他們更多的有禱告 阿們 阿們 我相信